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没过几年 庄飞便 在永福宫生下了一个儿子 他便是后来的顺志弟爱新觉罗芙林 相比起刚刚失去儿子黄八子的姐姐海澜珠来说 儿女双全的不穆不泰无疑是幸福的 等待她的将是更高的身份和荣耀 1643年 黄太极驾崩于圣经 满心权贵在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后 瑞亲王多尔滚将黄太极第九子 扶林扶上了皇位 是位顺治帝 不穆不泰也被尊封为皇太后 孝庄太后 阿图则成为了当朝皇帝的姐姐 当时的阿图已经十二岁了 而且就在这一年 阿图出嫁了 她嫁给的是蒙古 卡尔嘎 布博尔 喜吉特社的索尔塔 关于阿图的相貌 有一幅宫廷流传下来的画像 从画像上来看 阿图长得貌美如花 端庄舒雅 说其是清朝最美丽的公主也不为过 而且她还是孝庄太后最恳爱的女儿 然而就在阿图出嫁不久 她的丈夫索尔河边去世了 年仅十几岁的阿图瞬间 成了一名寡妇 当时清朝 刚刚入关不久 寿儒家伦理道德影响较小 所以在顺治五年 阿图被封为顾伦长公主 又嫁给了蒙古巴林部的 俘国公色不腾 这一次 阿图的婚姻 并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匆匆而去 她与丈夫似不腾十分恩爱 先后生下了三个儿子 儿子不腾在维护清朝的统一 全国的战争中也贡献了力量 被封为巴林郡王 从此阿图有了一个新的称呼 巴林公主 顺治十六年 阿图被封为顾伦和顺长公主 或又改为顾伦书会长公主 康熙十二年 阿图的丈夫四不腾病逝 当时孝庄的身体也不太好 她便返回了京师照顾病中的母亲 以后又多次返回京师省心 康熙三十九年 顾伦书会长公主病逝 中年六十九岁 这位清朝最美丽公主的故事 终于告一段落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gehe explained